剛才我們講到Stella的前夫在五年前就離開了家 突然間一聲不響就連東西都收拾走了 車都開走了 車都開走你的 很絕 這次真的很有鋪牌 你有什麼反應呢 你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時候我剛才做完義工 開了個電話 看到一個message 很震驚 兒子立刻打電話給我 哭了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爸爸會走了 即是兒子是同一時間知道的 同一時間 他那時候在大學那裡 他還在排隊買飯 哭了一口 那時候我的嘴巴都鎮在的士那裡 然後就不需要那麼害怕 我們回到家才大家一起聊 其實那時候我裝鎮定都很害怕 回到家就發瘋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找他的最好朋友 他的朋友說找不到他 然後就發瘋了在家看其他的東西 他沒有拿走的東西 各樣各樣 原來我自己一直都蒙在鼓裡 其實他的衣櫃已經清了 但是當然他不會突然間 那一早就把那些衣櫃都拿走 當然他不會突然間 那一早就把那些衣櫃都拿走 他會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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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 好像在我的房間那裏有兩個box 是放他的文件 那些證件那樣 那我看看他還沒拿走 為什麼他會這樣走呢 揭開原來裡面已經是沒有了 即是說他一早已經有鋪排到 其實有很多東西已經慢慢慢慢 而走了我是不知道 例如說他的衣櫃 我不會走去打開 因為衣櫃不在我的房間 在工人房那裏 那些放文件那些 我不會走去打開盒子 看看裡面的文件是否在那裏 但是那一天終於發現是這樣 其實真的很害怕 那個沙拉真的很害怕 我都不知道 我又要 即是我要靠下兒子 但是我自己其實裡面 其實應該是亂了 然後那一晚 自己情緒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生理上開始出現問題 抽筋 麻痺 頭暈 全身都抽筋 那一晚就進了醫院 進了醫院 我想去政府醫院 我去了法國醫院 但是法國醫院搞我不行 法國醫院就說 我們沒有精神科 因為他要去精神科 然後就由法國醫院 然後就載了去伊爾沙白 那伊爾沙白那裏 其實是 醫院那裏是綁住了我 綁住了我那裏 睡了一晚 到第二天精神科 真的來看過我 然後證明我已經可以冷靜下來 才可以給我出 其實這一個 其實我本身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走之前 其實我已經是有抑鬱症 而這個抑鬱症是怎樣來的 其實是他那時 發現他開始 令我懷疑 那麼多蛛絲馬跡給我 那時已經開始有抑鬱症 但是他既然 他可以跟我說 他說 你是不是因為減肥 所以導致有抑鬱症 但是其實那時 但是其實他那時 已經跟我承認了 他是出了鬼的 但是我不會跟他說 你有抑鬱症 還有看醫生 我有看醫生 但是為什麼你不跟他說 他自己知道 我還要怎麼說得這麼白 當然不是 他們有些不會自己揹起這條帳的 你有潛質做精神科 我那個醫生就這樣說 他說你有沒有跟他說 你不容許他外面這樣 搞不容許他出鬼 我說不是 要跟他說我不容許 哪個女人可以容許這樣 那個醫生說不是的 不是的 很多女人可以容許的 不是的 他說有些容許的 你不跟他說他不知道 是啊你真的不知道 很多女人就是為了 因為小孩子小 其實他都不必想忍的 不過小孩子小 圍著 投家 維持那個家庭的原則 其實我 就忍住的 其實我這幾年裏面 我忍住 就算他跟我講 說出了鬼了 真的做錯了 真的對我不住了 他叫我不要講給別人聽 我說你放心 我不會講給別人聽 因為我講不到出口 那我又想問一下 當時你就發生了一個 很突然的情緒的轉變 揭絲底你失了控 就進了醫院 那兒子有沒有通知他爸爸呢 你發現 你發生了這麼大的事 他通知不到 通知不到 他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他離開了公司嗎 不是 他那時說他不在香港 他只留了訊息給我 我留訊息給兒子 說我不在香港 你找不到我了 不是就剷上公司 但是有沒有剷上公司去找他 為什麼呢 不會 我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 為什麼 公司說你放了假 公司說他放了假 是 那時候沒有這麼想 但是那晚 但是知道他什麼時候放了假的 你始終要回來消假的 一個禮拜 我不會 因為他公司的人我全部都熟 我不會這樣做 我不會這樣做 其實那晚 你還是維護他 其實那晚 兒子寫了一封信給爸爸 那封信 因為那晚我進去醫院 兒子在家裡 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半夜三點多 寫了二千多字寫給爸爸 他裡面的封信 就是講 這幾年裡面 他們的家庭生活是怎麼樣 他說其實他自己都要負責任 兒子把責任攬了上身 他說其實 其實我也要負責任 因為 他說這幾年大家的關係都不好 但是他沒有走前一步去修補這個關係 兒子也會這樣說 然後就 就是講很多 叫他回來 就告訴他媽媽現在怎麼樣 他說 如果你記得我們以前的生活 你記得我小時候的事 你回來 但他一直都沒有一個正面的反應給你們兩母子 沒有 即是說 那時候他離開了 就是離開了 是 你五年都沒有見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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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見過 唯一我見過他的照片 因為他的同事我認識 Stella 其實之前我跟你都聊過 其實你都試過 曾經是用性方面去修補感情 但是資格不是太成功 是不是 其實這一個 應該是他走之前 走之前 之後就沒有 見都沒有見過 沒有這麼說 其實他那幾年 都 我在想著 我哪方面做得不好 會不會 就是多了外面活動 不如多一點回家 會不會經常都叫我工人煮飯 不如我煮一頓飯給他吃 甚至你外面搞 是不是我滿足不了你 不如我這方面試一下 就像你好像 他又 我不知道他哪有認識 那麼多招式 為什麼你又不認識這樣 你又不認識這樣 有時候他都肆意 說我想要這樣 有書看的 我沒有看 常常去做耳朵 都沒有空看 現代人當然是上網學的 Erotica這家東西 真是在英 譬如鬼佬書局 是很容易找到的東西來的 肥妹 我又不太同意 因為她經過非用 以致出去大陸 已經賺取很多經驗回來的 其實我告訴你 她不去上網就找的 不是啊 如果你上網 有時候 我身邊的男士比較多 因為我讀書那些科目 都是比我男生多的 但是男生 其實你別以為 他們就算喜歡去 我們所謂很喜歡出去 尋花問柳那些 斯文的 說得壞些 就是雞蟲 其實都不是很多招式 但是很多男人是自創式的 知道嗎 他們都懂得自創的 不需要教的 不需要很多招式的 但是外面那個 為什麼那個人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家裡不這樣 我又要你這樣做 得不好 我想問 你有沒有看過三級片 不是三級片 應該是四仔 說錯了 怎麼會沒看過 實體過的 在她的床底都找到一些帶 一些碟 我突然想問 你不是說你認識她 十幾年她是一個美滿的家庭 幸福嗎 很美滿的家庭 很美滿 用個好字 那段時間是有多久 是嗎 那段時間 意思呢 發生阿菲蓉這件事 之前 之前是多久 就是出軌之前 二十年 很美滿 二十年 二十年美好 二十年美好 其實二十年美好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美好 那這二十年 你們夫妻的性生活是OK的 正常 是正常的 正常 正常 但是到尾段的時候 他特別的要求 但是要求這樣 我問了 什麼叫做 不是說要問很細節 其實要知道 正常 正常 對於你來說是正常 對於他來說 可能是不足夠的 我都說我不覺得他有這麼多貨 都說我不覺得他需要很大 其實我跟你說 現在是他滿足不了Stella 他不夠這麼多貨 其實他不需要 其實可以有這樣的 我不知道 如果有機會 不是 他在外面那個 可能別人覺得他很滿足到他 他覺得很有優越 還有 還有玩下手 他可能在外面已經出了貨 出了部分貨 還有哪有那麼多貨 現在講美滿 那是講美滿那二十年 我們現在講美滿那二十年 其實我們經常聽不同的朋友說他的故事 其實性是一個問題 有沒有共同興趣 共同興趣 共同興趣 都有的 是否一起去做 是否每個星期都一起去做 其實每個星期 拍拖的時候 那結婚之後呢 結婚其實不太久之後 已經有BB 有瘦仔 那瘦仔 我本來還有照顧兒子 就是只是照顧兒子 其實對著兒子 因為結婚年多 已經有瘦仔 明白明白 其實也是對著那個瘦仔 集中力也有瘦仔 但是譬如說 會不會是成家人一齊 都有很享受的某一些活動 會會會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享受 你享受你的兒子享受 不代表他享受 沒錯 那這件事又不可以這樣問 我不知道 他的心裏面 是否享受 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們發覺 一個導火線 導火線是 還有事實上 女士經過生育之後 吸引力是會退減的 是真的 那如果不是 還有很多 譬如說 其他的東西去支援 我覺得 有時候那些男士 真的很難堅持 亦都不說 其實我也覺得 女性生育之後 生育之後 應該要穿回功能內衣 這個呢 我們稍後 在大匪商圈那裡 就和大家聊一下 好 你們就明白 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 好了 其實現在說 就去到 丈夫 走了 也在生理上 發生了很多病變 好了 現在什麼情況呢 現在已經 丟淡了 那間屋又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呢 咦 他沒有拿回那間屋 他厲害了 他走的時候 其實那個Message 裡面 除了為什麼要走之餘 都告訴我 怎麼會分身家 所謂的分身家 就是 你放在我那裡的股票 我會計算 現在的時價給你 你的車 我會拿去賣掉它 我會分一半給你 如果你要回那輛車 你就拿回多少錢 來熟回那輛車 我先開走了 然後 陳樓呢 你們可以繼續住 住到兒子結婚 都可以繼續住 但是呢 沒有想著說會轉名 那樣東西 那我不是一輩子 和你拉著那個關係 在那裡 當然不肯 反正你都要走了 我們都幾年 慢慢都不覺得 他會有回心轉意 找回來的跡象 但是為什麼沒有說離婚的 說他不離婚 說他不離婚 做什麼 他說他不離 為什麼要他不離 他說他不離 他說他不離 到現在都不離 現在來了 然後他不離婚 但是我覺得你不離婚 你走了這樣算怎樣 清清楚楚好 然後我出了分居子 是我出的 分居子之後 然後一段時間 他要求要離婚 他要求離婚 OK 那我離婚 不要緊 清清楚楚都是好的 我一個先都不會要 但是我要求那層樓 轉了兒子的名字 不需要轉我的名字 我不需要 但是我知道 你是住居屋的 居屋是 但是層樓 只是你丈夫一個人的名字 是嗎 但是有難度 你如果不保地價的情況之下 是啊 他說不要轉 到我死的時候才轉 我說你死 我死你都沒死 我怎麼知道你轉不轉 我說不行 我離婚的條件 就是你轉了兒子的名字 我不需要你層樓 但是你要轉哪個兒子 我覺得這樣才對兒子 叫做有少少的補償 然後他說不行 因為你居屋要補地價的 你買賣要補地價 那裡都貴的 誰拿了這塊錢出來 我說我怎樣 我都要跟你劃清界線 如果你要離婚的話 劃清界線 那個地價我補 我補 結果是補地價的 我說我補地價 去做轉名 然後他就說 好 你既然這樣說 你去補 因為那個費用真的不少 其實都 然後我就去房署那裡去檢查 他說原來如果我轉名 轉給我 因為我跟他離婚 他轉給我 是有理由去轉名 就不需要補地價 或者轉給我和兒子聯名的 都不用補地價 都不用補地價 我說你會不會考慮 將層樓轉給我和兒子 但是如果只是單轉給兒子 就要補地價 就要補地價 因為兒子已經過了18歲了 一個成人這樣 那他說不行 他說不行 你自己說要轉名給兒子 你說那個地價是你補 你去補地價 我和你轉 我答應轉 不過你自己補地價 他要我們花這一筆錢去補地價 都不寧願把那層樓給我 他不是給我 是給我和兒子聯名 都不行 好啦 那就拆開一點 那他自己又去了哪裡住 或者你知道他現在現況是怎樣 他最初就說他去他媽媽那裡住 他去媽媽那裡住 但是原來他去了他媽媽那裡住 不過不是和他媽媽住 是去了他媽媽那間屋那裡住 他那間屋是帶著另一個女人進去那裡住 哦 那女人是誰 那女人又是誰 他媽媽 那個女人我不認識的 那他媽媽呢 他媽媽在另一處住 他去了他媽媽那裡住 那裡是他媽媽而已 但是他沒有說和他媽媽住 那間屋是他媽媽的家 那間屋是他媽媽的家 那間屋來的 那他和我分開之後 他就賣了一層樓在大陸 而在大陸那裡那層樓 就不是用他的名字 就用了一個女人的名字 所以這個原因 我猜一下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他就要和我離婚 可能他是要想快點和我結婚 才可以拿回那裡的一本 他有沒有給閃養費 沒有 你亦都不要求 我不要拍 那家屋怎樣 你們那家屋 現在終於轉了名字 終於轉了名字 轉給兒子 轉給兒子 兒子自己的名字 那我就保地加 我是不需要保地加 為甚麼 因為我和房署那裡 我都累了他很久了 就是 我想他有些著情權的 就是看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離婚 在court那裡 我們是 大家agree是這樣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個著情權 是這樣的 都搞了一段時間 他終於批了我們 在不保地加的情況下 轉了名字 終於就真真正正 轉了兒子的名字 真真正正 劃清界線 從此其實都不會再有 email都沒有聯絡 他都很在 找兒子 從來都不會找兒子 我想他生日 那些有說過生日快樂 那些的 但是兒子說 那個電話我都不太認得了 不知道是他來的 不過我沒有理到他 其實有一些 我也想問一問的 其實關於兒子 即他又要抱這件事上身 其實你有沒有看下 他當時那個情緒 會不會影響到呢 有 我覺得他有 當然會不會有病的情況 因為其實很大的打擊 其實是有的 我覺得他是有的 因為他本身我兒子 他是一個很緊張的人 所以我之前為什麽每一件事都當 很淡然地跟他講 或者當 我要平靜他 其實 你要看清楚先 想清楚 未必那個情況 你想到這麽壞 但反而兒子就很緊張 他就說 媽媽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 實質的內情是什麽 你不可以被人蒙蔽著你去走路 那即是 其實兒子已經大學畢業了 那時大學畢業了 因為他走的時候 那時是 差不多在畢業的階段 現在你那個抑鬱症 沒有了 已經康復了 其實現在還在吃藥 現在都有 好了 那我又問最後一個問題 假如有一天 你這個前夫 放下所有東西 回來敲門 喂Stella 我想和你重修舊好 那你又怎麽看呢 你會不會接受這個要求呢 那看我現在和現在的兒子 搞成怎麽算 各位聽眾 這些就是有課和沒有課的分別 我不會是你幾年在白等你 但我還有多少年名 我還在白等你 等你何時回頭 不是吧 那你回頭 我看看我兒子怎樣 他到時 我飛了他的時候 先看看是否收拾你 大哥 是吧 對的 當然 Stella的故事 今天就已經講得七七八八了 很精彩 大家都覺得很精彩 亦都很感謝現在在座所有的主持 幫忙 如果在心機旁邊的聽眾 你們有 家人 有朋友 或者親戚 有些類似這樣 幾特別的故事 隨時可以跟我們聯絡 找回大匪 告訴他 想訪問什麽主角 他背後發生什麽事 任何時間 歡迎 給電話 大匪 或者聯絡我們 或者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我們都會找回你的 在座幾位主持 還有些什麽補充 其實我覺得 Stella 大家都好 在未來的二十幾三十年的人生 我們應該要很趣味性去過 不要經常畫面過去 那個已經過去式了 我們是要將來式 活在當下 好 所以我們不等他 這幾年都白等 不需要等他 先看見 支持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謝謝